今天由我帶著陳昊 今天的課程叫蘿蔔絲餅 我們今天做蘿蔔絲餅的材料 有蘿蔔 蔥 還有我弄的比較好的小禮雞肉 再來我們就用中筋的麵粉做外層作型 餡料的部分我們先把蘿蔔切成絲 切完絲之後就會跟肉拌炒 我們現在先把蘿蔔絲切絲 然後把肉切絲 我們的調味品就是會用米酒 還有用香油 胡椒 還有鹽 這樣子來做調味 另外我們有泡好的香菇 香菇跟蝦米 就一點點蝦米跟香菇來做爆香的調味 蘿蔔切絲 蘿蔔切絲做餡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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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手要小心 通常我們這麼大的手是要對切 然後手手手手按住 按住一邊 對 按住一邊 這樣 看到嗎 這樣 退退退 切的時候就退退退 當然 按住它 切死 好 等一下 好 我們等一下先來拌炒 先切死 對 我們要去拿那個 做麵團 我們先做麵團 我們用中筋麵粉 我們用中筋麵粉來做麵團 我們可以加一點酵母劑進來 我們可以加一點酵母劑進來 我們用中筋麵團 看起來是比較好 我們用中筋麵團 做麵團 我可以下一個 讓你幫我把它放上 吃 我的味道 我一定要去放上去 廚房 我的味道 鸡蛋 鸡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切完葱也是翻进去 然后就要来揉面团 要揉面团 对 加油 现在因为要很多的切工要切萝卜丝 然后也要把葱切细 那我们现在就有十颗系的二连级的小白来帮忙 然后呢 他一面帮忙切丝这个部分 那我们呢 陈昊 陈昊的面团如果揉好了 我们就让它醒 醒大概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 那这个部分呢 如果我们是加的是酵母菌的话 大概就让它发酵了半小时 那如果是用熟面团的部分呢 那我们就醒了二十分钟 然后呢 陈昊你过来 陈昊来 我们现在把那个 揉好的面团让它醒 然后我们现在 现在来把爆香 爆香这个把那个 虾仁 香菇跟虾仁放进来 然后把肉 适当的加热 放进来 小心 小心 主要是我们希望说 包在这个萝卜丝饼的肉呢 不会说太深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适当的把这个 肉呢 加热煮熟了之后 跟萝卜一起 在这边加热熟 接着呢 我们会把萝卜丝 切好的萝卜丝呢 也在这边 一并 一并加热 调味 这时候可以放一点盐 我们浊量的放盐 好 放个五克的盐 好 放五克的盐 五克的盐 然后呢 对对对 放下去 撒了五克的盐 然后呢 再加 再加胡椒 再加香油 再加酒 撒一点这样子 好 然后再加一点酒 调味 酱油 调味 放酒的时候呢 最好要量一下 量个五毫升的 然后再放那个酱油 谢谢 好 好了喔 那我们最好是把这个葱的葱白的部分先进 那尾巴呢 那尾巴呢 我们稍后再放 然后呢 把那个萝卜 放进来 好 好 好 看 对 我看 肉先给它熟 入味 肉 肉让它入味熟了以后 我们再放这个萝卜 嗯 嗯 搅拌 适当的搅拌 对 好 来把那个萝卜丝 我们把萝卜丝 好 着亮的放进来 放进来 那放进来以后 你会看见萝卜丝呢 就会软化 那等一下我们做馅料的时候呢 萝卜丝就会比较好拿过来 对 我放进来 哦 不要 不要一次放太多 哦 对 让它软化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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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重点呢 这个加热的过程 重点是要让这个萝卜丝可以软化 也可以入味 好的 好 小心小心 好 好 把它捞起来 我们多量的把它捞起来 到时候那个水分我们是不要的 我们这个水分是不要那么多的 好 那我们继续把那些萝卜 就继续的把它加热 对 就尽量的不必全部了 好 那我们来继续把剩余的萝卜丝 利用这个热 我们利用热把这个萝卜丝软化 拌炒软化 把多量进来 不用 就继续这样子就好了 再加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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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二个 一颗 因为都不宜 narrator用把它加热 汁 就还可以再多一点那个 好 再炒一锅 好 再炒一锅 好 我们加热 让这个萝卜丝软化 然后适当的加一些葱进来 因为葱的颜色比较漂亮 等一下我们包馅料的时候呢 就会有白色啊 还有肉的颜色啊 然后还有葱的颜色这样子 会比较漂亮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空间囤出来 等一下全部进来了以后 我们就让它放凉 我们把那个煮软化的水倒掉以后 我们就让它放凉 好 对 倒过来 对 倒过来 吃饭 干净了啊 好 那就放兽 搓揉 搓揉,然後呢就 搓揉 24顆 大概 24可以嗎? 10克左右 对对 差不多这样 我在家是那样 然后变得很大个 变得很大个 对 我在家 我在家这么大个 然后就穿得那么大 怎么大 没关系大 我们现在 把炒熟的萝卜干的水 泥掉 泥掉 然后把它 把它量 代量 把它变凉 这样子 因为等一下 我们馅要包进来 所以我们稍微 把它疏散开来 让它凉 然后把每一个面团 把每一个面团 适当的搓揉以后 我们用擀面棍 我们要确定 我们大概做出15到10克的面团 这样的大小 然后呢 我们适当的 我们适当的 然后每个面团把它弄圆了以后 这边工作台面上有面粉 然后你把你的面团一个个圆的面团 注意看哦 你把这个面团弄圆了 从外往内推移 推移 好 然后就把这个馅料适当的放进来 好 同学这样子知道吗 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圆的 然后呢 把馅料放进来之后 你就给它压扁 压扁 嗯 可以 嗯 那每一坨 火照 等一下开着 150度C 上火下火各150 好 这个 就是 还有 就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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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捏起來捏成一個餅 先揉捏成圓形之後 先揉捏成圓形之後 放在工作台上 揉捏成圓形然後放在工作台上把它壓圓 壓圓了以後我們再用擀麵棍 用擀麵棍適當地把它整形 整形整得圓圓的 這樣同學知道嗎 整形整得圓圓的 然後適當地由內往外 可以吧 那就把它整成圓形的 然後再把餡料放進來 餡料放進來 餡料因為有點不太均勻 所以我們就要適當地分配 適當地分配 就是這邊一半那邊一半 這樣子 好不好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對 包起來 然後把它整形圓餅 對 圓餅 把它整形成圓餅 對 圓餅 輕輕地壓它 壓成圓餅 然後呢 就放到烤盤去 那要弄之前 這邊要有一點麵粉 滿臉的 沙扇粉 好 也很酷 好 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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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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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